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杂志天下 我是廖洁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开始 杂志封面 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周刊封面话题是 楼中福的红与黑 楼中福是谁啊 他是浙江东阳的一位富豪 因为涉及到令氏家族议案呢 被中纪委查办 当地人就说了 这楼中福发家的三十年呢 那就是全宇室红与黑的三十年 他呢热衷于攀附权贵 广结政界的资源 并成功的呢攀上了令氏家族 在这个权氏的助力下 他的企业是不断的壮大呀 成为东阳的老大 而最后他被抓 也是因为这个攀附权势 在被抓的前两个月 楼中福呢还出了一本书 叫我要富过四代 他高调说呀 这个富过四代这句话 在权中博 谁敢说呀 只有我敢呢 但实际上呢 随着令氏家族的成员相继出事呢 这楼中福啊 也为自己啊做好了准备 他已经做好了 他进去之后 这企业运营的应急方案 看样子啊 想要富过他这一代 都比较难的 楼中福被带走的消息一传开 这当天晚上 这东阳这个 想了一夜的这个鞭炮 以至于呢 第二天 当地要禁止人们放鞭炮啊 有知情人士就说呀 随着这个楼中福的倒台啊 最感到松一口气的呢 或许就是当地的官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阳的官员呢 如果处理不好 跟楼家的关系 那是很危险的 早年当地有一位领导 跟这个楼中福呢 接下了梁子 没过多久就被调离了 在东阳这个土地市场上啊 这个招挂拍的时候呢 只要是这个楼中福 他看中的地块 没有人敢去跟他争啊 所以啊 他总能 以很低的这个价格买到地啊 按照楼中福自己的说法 他每一次的事业成功 那都是抢来的 有人就调侃说呀 东阳官员在楼中福面前 真有点像 仑气吞声的丫鬟啊 现在呢 再也不用像丫鬟那样了 目前随着另案移送司法 那对楼中福的调查 也快接近尾声了 我们回到这个封面 楼中福的红与黑 要我说 他的红与黑 他的成与败 都逃不开他 贪负权势之后的 罪与罚 最近这个带薪休假 又成了一个热点话题 有报道说啊 根据官方释放出来的 这个政策信号啊 未来将鼓励 有条件的单位和地方 根据他的实际情况 在夏季呢 来灵活安排工作时间 使得这个职工 周五的下午 可以和周末两天的时间呢 相结合实现一个小短假 这个报道一出来 随即呢 就引发了一场大讨论了呀 论每周休息 两天半的可能性 有人就觉得 小短假 它本身啊 也有尴尬的地方 它说短不短 它说长又不长 只比周末呢 多半天 不给力啊 不过更多的人 还是非常期待 这个小短假的到来 别的咱们不说啊 光想想以后 每周五下午都不用上班 就有一点小激动啊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 人设部出来澄清了 说目前暂未研究 增加每周固定休息时间的问题 看来啊 咱有不少人要失望了呀 不过有句话说的好吗 愿望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这个事情是暂告一个段落 但关于这个带薪休假的讨论 可是没停啊 这不最近啊 针对带薪休假落实的问题 湖南广西兰州啊 哈尔滨等地呢 先后出台了相关的实时细则啊 将这个带薪休假情况 与单位个人的考核啊 还有这个与这个平优啊 来挂钩 你像人家兰州就规定 把这个带薪休假的情况 作为年终 对各部门各单位考核的一个参考 而广西呢 更是要求 反符合休年假条件的工作人员 你必须要休年假 不休假 你就不能参加平优 你就不能当老模 还有这么一种强制休假的模式 又引发了一些争议 把休假和平优来挂钩 这合适吗 不过 更多的人呢 对这样的规定啊 还是很看好 毕竟嘛 这样的规定 确实能对企业落实带薪休假 那起到一个这个这个激励作用啊 你不休不行啊 他罚你啊 还有啊 在我们以前这个印象当中啊 老模人家是不休年假的 非但不休假 人家还要坚持加班加点 夜以继日的 甚至带病的工作 也是在这么一种思想的导向之下 很多劳动者总觉得劳动光荣 休假可耻啊 提起休假都有点休哒哒啊 或者呢 因为担心休假影响到事业发展啊 不敢休 但实际上 每个劳动者 他都有权利享受带薪休假 老模人家也可以休息休息啊 以前咱都说呀 劳动最光荣 现在呢 不休假 就不给平优 你看见没有 带薪休假了 那也叫光荣啊 接下来说一说 闯红灯戴绿帽 最近 深圳交警对这个行人闯红灯啊 出了这么一个大招 就是要么呢 罚款20块钱 要么呢 穿绿马甲来执勤 这本来也不算个什么大事 不过 因为跟这个绿马甲配套的 还有一顶绿帽子 还有一顶绿帽子 这就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啊 咱这个跟这个没关系啊 这个有人就说呀 这绿帽子啊 在咱们这里好像有一点这个这个 其他的含义 你闯一个红灯 这个就让戴绿帽 有点侮辱人啊 还有人就建议啊 能不能换一种颜色呢 对此啊 深圳交警就解释了 说这个夏天天气热 绿色呢 看着清凉一些 绿帽子呢 跟这个绿马甲来同色搭配 其实是没有其他别的什么意义啊 在新闻报道中 有人就感觉戴绿帽子 是一个很大的侮辱 我宁愿罚款20块钱 也不带啊 可其实啊 如果你行人遵守交规不闯红灯 哪会要面临这二选一的处罚呢 另外 咱某些人啊 他不为自己闯红灯感到不好意思 也不为自己不守交规而羞愧 相反 戴一个让他执勤的帽子 他就产生了种种联想 他就很生气 这确实也有一点点矫情啊 其实相比于国外对于闯红灯的处罚 咱这个戴帽子穿马甲 那只能算是小阿科的小阿科了 你比如 那印度尼西亚 对于违章的司机 那也是从头出发啊 只不过呢 他不是让你戴绿帽子 而是给你踢一个光头啊 你看看 男司机勉勉强强能接受 你碰的女生闯了红灯 违了张怎么办呢 踢 在美国的德州 如果司机酒驾撞到行人 那么在今后的十年里 每个月都要有那么一天 必须要站在酒吧前 举一个酒后驾车撞死人的牌子 来现身说法 那在加州人家就更狠了 对于屡教不改的最佳者 既然你不见棺材不掉了呀 那好啊 就让你去看一看棺材 罚你什么呢 去参观停尸房 让你亲眼看看 在车祸中受害者的尸体 看你晚上做不做噩梦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酒家 另外在法国 对于乱闯红灯的行人 人家都上升到了刑法的层面 说有一个妇女 她乱传马路 一辆车为了逼上她 就引发了连环的车祸 这个过路的妇女倒是毫发无损 但那连环车祸呢 导致八人死亡 最终 法院以过失谋杀罪 判着女的呢 坐牢十一年 咱们再说回到深圳 其实深圳交警 为了治理这个闯红灯 穿绿马甲 戴绿帽子呢 仅仅是处罚手段之一 他们还要把这个违章行为 纳入到个人的征信体系 一旦进入到了黑名单 那你以后什么 网购啊买房啊 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这叫什么呢 这叫马路上 你不守绿灯 生活中就给你亮红灯 前不久 云南这个严金县呢 有一女子去派出所呢 她开证明 开一个什么证明呢 开一个无犯罪前科的证明 干嘛用呢 买房 然后民警就说了 我都当了两年的户籍民警啊 还第一次遇到这新鲜事呢 买房还要开什么无犯罪证明 最后这民警也是开了这么一个证明 不过呢 在后面就写了 老百姓买房也要无犯罪前科 难道有犯罪前科的就不能买房呢 贵单位凭什么立此规定 暂时之前 湖南楼底也是一个派出所啊 给一个老人呢 开证明 证明他的老年证丢失了 可以补办 在后面呢 民警也写了一段话 向民政部门拿来喊话 说中央三令五生 要多为老百姓办实事 让老百姓少走弯路 你补办一个小小的老年证 也要派出所来开证明 有必要吗 那纯粹是增加老人补办证件的麻烦 这一切呢 就受到了众多网友的点赞 说的派出所啊 那真是业界良心 终于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 其实呢 证明过多过难 那基层派出所也是不堪其烦 你像这个无犯罪证明 根据规定 一般是服役的呀 你要考公务员 要政省的呀 才可以开这个证明 但现在呢 你买个房 应聘 也要开这个无犯罪证明 证明你是个好人 其实他也属于一种这个歧视了啊 难道犯过罪的人 能再重新回到社会 就不让买房 不让应聘工作 要我说呀 这泛滥的所谓的证明啊 连派出所都忍不住要批评 那他要不要早一点取消呢 哼 这需要证明吗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新名周刊 文章标题是 医学院为什么没有吸引力 没有吸引力了啊 今年呢 这个复旦大学的医学院 还有上海交大的医学院 在这个江苏的这个录取投档线啊 相比于往年呢 竟然就下降了四五十分呢 对于报考的学生来说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啊 但对于这个社会来说 这不一定是一个好苗头啊 你看啊 在绝大多数的国家 医科那都是最难考 最难学的专业之一 你比如在美国 只有百分之五的 最顶尖的这个好学生 他才敢报考医学院 否则呢 学校根本就不会录取你啊 而到了咱们这 商医事件此起彼伏 医生成了高危职业 高考他就是一个风向标 他反映了社会的一个 基本的价值取向 当医学院沦为了二等志愿 那咱还敢期待 获得一流的医疗服务吗 接下来是南方人物周刊 文章标题 空警是空中安全的最后防线 前不久 一男子啊 在飞机降落的过程中啊 他拿出打火机 点燃汽油和报纸 并用一把短刀威胁乘客 幸好啊 这飞机的安保人员 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 在乘客的帮助下 制止了他这个破坏行为 这么一个事件 就让不少人呢 关注到了这个空警 自从他们执行以来啊 就阻止了多起空中的 这个突发事件 不过呢 也暴露了一些个问题 你像这一次啊 空警虽然阻止了这个纵火行为 但没有能够完全的制服这家伙啊 你看看 在国外 空警被要求要低调行事 不能够提前进入到飞机 座位呢 它是不固定的 它的穿着打扮呢 就非常的平民化 你不能够让人认出来你是空警啊 可是到了咱们这呢 空警啊 往往提前就进入到头等舱 装束打扮呢 也好像比较明显 很容易被认出来 另外 他们一般不配备这个枪械 以警棍手铐为主 而在国外呢 不但配手枪 而且呢 枪法很准 还要擅长近战格斗 空警 作为这个空中安全的最后防线 可不能够有闪失 可不能够失手啊 好 接下来是第一财经周刊文章标题 最具风度的运动会 前不久啊 英国伦敦举办了一场声势运动会 进行了各种这个比较奇怪的这个趣味比赛 人家这个这个运动会啊 比的不是满头大汉 比的是什么呢 文艺范 啊 你看啊 这么个项目 叫自行车接茶杯 茶杯翻了 茶水倒出来了 您就输了啊 这个呢 叫鸡剑 剑是一把小勺子 上面呢 放了一小块蛋糕 如果你啊 能够不让蛋糕掉地 还能够用这个这个这个剑击中对方 那你就赢了 这个叫马术 虽然这个马是假地 但骑马的动作依然是要求很优雅地啊 这么一个声势运动会啊 已经举办了十年 那主办方就说了 在现代社会啊 那种彬彬有礼风度高雅的 就是做派啊 正在衰落 人家就希望通过举办这个声势运动会呢 反对庸俗的现代文明 从事英国人的声势风度 声势运动员 人家还有口号 口号就是要风度 不要肌肉 好 接下来进入到赶快 杂志图片 英国一哥们啊 打造了一张高压弹射床 如果闹钟醒了 你还赖床 对不起 这床立刻就弹力起来 把你弹出被窝 不起 也得起啊 一只喵心人 把脑袋弯成这个45度 看起来是萌萌的 但其实啊 他是因为头部受过伤 只能保持这么一个素质 这叫被窝卖人 美国纽约这个帝国大厦 用了33层楼的墙面 来展示160种 英威动物的投影 让忙碌的人们 停下脚步 关注咱人类的好朋友 好 接下来是财新周刊文章标题 即便转基因标志 这么久 一项有关转基因的法案 在美国众议医院呢 获得了通过 这么一项法案就规定啊 说转基因食品在美国 不用在包装上啊标志 并且呢 禁止地方各州 对转基因食品强制贴标志 在美国 不同的州 他对于这个这个转基因食品啊 人家有不同的规定 你比如在福盟特州 去年他就通过了一项 地方性的这个法律 转基因食品必须要做这个标志 因此呢 这么个一刀切的新法案 就引发了一些争议 科学家呀 为这个法案是欢呼 而一些民间组织呢 就说这是一项黑暗法案 当然了 人家争议跟我们这不一样 那咱们这 崔永元跟方舟指的争论啊 核心是转基因是否安全 可是在美国的主流人群当中 这个问题呀 不用争 人们争议的焦点是 禁止给转基因食品做标志 是不是侵犯到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反对法案的人就说呀 如果你想知道食物当中 是否还有反式脂肪 是否还有胃精 你能在食品包装袋上能看到 那为什么是否转基因 就不让标志不让看呢 对此啊 支持法案的科学家就说 反式脂肪它厉害 它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 胃精呢 它也不行啊 它过量会引发一系列的不湿症状啊 因此有必要标志出来 另外 是否要标志转基因 它还牵涉到了经济 你比如前面说到的福蒙特州 它要求所有的转基因食品 它必须要标志 但有一种食品就是奶酪啊 它是除外的 不需要标志 是奶酪的生产没有转基因吗 非也 几乎所有的奶酪 在生产过程中 它都会用到转基因 那为什么不给标志呢 因为奶酪是这个州啊 是福蒙特州的支柱产业 看来呀 转基因要不要标志 那也是一个奶酪问题 谁动了我的奶酪 谁就动了我的食物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期的南都周刊文章标题是 关于宁泽涛 你还可以知道的更多 最近甭管是微信啊 还是微博呀 都被这个宁泽涛给刷屏了 说在2015年世界游泳锦标赛上 第一次参加这个市井赛的宁泽涛 以47秒84 获得了男子100米自由泳的冠军 这打破了亚洲人的巨路啊 完成了黄种人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这意义呢 堪比刘翔里呢 要知道 在此之前 别说什么拿最后的冠军 甚至啊 都没有一个亚洲人 进入过这个项目的最后决赛 一言以蔽之吧 宁泽涛创造了历史 这个创造记录也就罢了啊 在这么一个看脸的颜值的世界 宁泽涛的颜值 那也是报表 干净清秀的脸 一从这个泳池里抬起来呀 哪有 少女们就在电视机前 尖叫成了一团啊 连女星们都不能够幸免 你像这个华飞蒋星 在微博上是疯狂的发照片 全是PS的 他和宁泽涛的合影啊 还有什么宁静啊 杨子啊 都封他为男神 哎呀 一时间宁泽涛三个字的热度 是碾压一切男神啊 成为新晋国民老公了 有粉丝就说呀 一般的帅哥 我们称之为小鲜肉 宁泽涛 这种不一般的帅哥 咱们应该叫他叫什么呢 小鲜鱼啊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却偏要靠实力 这么一句烂大街的话 用来形容新晋小鲜鱼呢 实在是再适合不过了 可人家宁泽涛就说了啊 我不喜欢被叫什么小鲜肉 小鲜鱼啊 还是包子好听啊 你没有听错哈 宁泽涛有一个外号叫包子 为啥呢 因为他小时候特别喜欢吃包子 外号就这么来了 其实啊 在去年的伦川这个亚运会 宁泽涛就已经一鸣惊人了 当时就夺得了四斤的好成绩 男子一百米自由勇 不但赢得了金牌 还打破了这个亚运会的记录 但是你知道吗 当初啊 宁泽涛进入到游泳队 主项其实是混合游 后来呢 因为一次意外的牺牲啊 他才改练短距离的项目自由勇 现在看来啊 当年的这个改变呢 也改写了世界游泳的历史 宁泽涛爆红后 业内对他的前途呢 是一片看好 你看啊 在姚明李娜刘湘相继退役后 中国体育新的形象代言人 一度是无人接替 现在 这宁泽涛的横空出世 就有可能弥补这个空白 帅气的外形 傲人的战绩 也没有什么负面新闻 这一系列的因素 就让他最有潜力 成为中国体育新偶像 不过 也有业内人士啊 善意提醒 说偶像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过早成名和大肆的赞美 对宁泽涛 其实是一个考验 宁泽涛现在的走红 与当年的孙杨是如出一辙啊 但孙杨成名之后 一系列的这个这个这个事情啊 让职业生涯呢 受到不小的影响 宁泽涛如何避免成为下一个孙杨 倒是他目前需要考虑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一读啊 文章标题是 中国姑娘最爱嫁给哪国人 最近 这娱乐圈最劲爆的消息 就是神仙姐姐刘亦菲 和韩国欧巴宋承线谈恋爱了 这男神女神的恋情是献煞旁人 不过也有不少的粉丝啊 痛心疾首 为什么咱中国女星都爱上了韩国人啊 你看啊 之前汤唯 七威 许如云都成功 铺写了一曲这个中韩恋歌啊 其实嘛 中国姑娘可不只是承包给韩国欧巴 你看这娱乐圈啊 跨国婚姻可真是不少 周迅 嫁给了美国华裔 莫文卫被德国籍初恋给拐跑了 梁有琪的老公呢 西班牙人 哎呀等等吧 你别看现如今 跨国婚姻已经成为一件很平常的事 但隔几十年前呢 中国人和外国人结婚 那想的不太敢想啊 一直到1983年 我们国家才颁布了第一个 设外婚姻的专门法律啊 在那个时候啊 设外婚姻呢 主要还是出现在一些边境的这个地区和沿海地区 你像在吉林沿边啊 很多朝鲜族的人呢 就会选择和韩国人结婚 而在西南边境一些省份 不少中国人就和越南啊 缅甸啊 这些东南亚国家的人啊 来结婚 跟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啊 现如今在中国的外国人也是越来越多 呀 在北上广深 这些大城市 更是随处都有外国邻居啊 另外一个方面啊 走出国门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 异国恋 那就越来越普遍了 那有数据呢 就显示 说2014年 我国的涉外婚姻数量啊 是4.7万对 在如此之多的跨国婚姻中 中国姑娘 她究竟最爱嫁给哪一国的人呢 不是韩国死密的哈 是什么呢 是她的邻居 日本人 从统计数据来看 中国姑娘 最喜欢嫁给什么 日本男人 2009年嫁往日本的中国女性 有1100多 其中 黑龙江方正县的姑娘 对日本好像情有独钟啊 每年基本上都有 200位姑娘 嫁到日本 除此之外呢 日本呢 又最受上海人的青睐啊 从1996年到2002年 在上海涉外婚姻中 日本人占到境外人员总数的 40% 一个国家占到40%啊 直到这几年 美国人才赶超了日本人了 说到美国人 咱北京人对美国人更感兴趣 有数据就显示 2004年到2011年间 北京涉外婚姻当中 比例最高的就是美国人啊 这么多涉外婚姻当中 还有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中国女性 外嫁的多 中国男性 娶外国女的少啊 不过呢 咱男士啊 也没有必要太沮丧 在国外 中国小伙也正在越来越受欢迎 你像在俄罗斯 那里的女孩啊 都很愿意嫁给咱中国的男士啊 在他们看来 中国男人啊 这个这个不设酒 不暴躁啊 普遍呢 都勤劳肯干 更重要的是呢 中国男人通常跟顾家 更可靠 还有这个日本和韩国的姑娘 也对咱中国男人呢 偏爱有加 中国丈夫 她体贴顾家的形象啊 已经深入人心了 咱说了这么多 我就觉得吧 不管是嫁一个外国老公 还是娶一个外国媳妇 咱们都应该祝福啊 正所谓啊 真爱无国界 接下来来看最新一期的 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几个类词 第一个词 卸妆报警 最近啊 这阿尔及利亚的一小伙子啊 在结婚的第二天呢 就将自己的妻子啊 告上了法庭 原因是什么呢 说这个婚礼第二天 小伙子早上一脚醒来 啊 又看到这个新娘子啊 没化妆的样子了 他还以为是小偷进来 整个人都吓呆了 等到他反应过来 阿华不说 直接报警 拉着老婆叫上法庭啊 那哥们就说了 这么一种用化妆品填补 面部缺点的方式 那就是赤果果的诈骗 更是对自己的精神迫害 他不仅要将这个妻子 告上法庭 还要向那个妻子呢 索赔两万美元的精神赔偿 看起来啊 这个丈夫啊 似乎好像是一个受害者 但很多人都愿意 站在新娘这一边 纷纷指责他 你是外贸协会的啊 这种找老婆只看脸的行为 你也太肤浅了吧 还有人就劝着哥们 你别闹了 有老婆就该知足了 居然还敢这么不争稀啊 好 下一个律词啊 瓦尔登区 这个词呢 是从这个作家梭罗的小说 瓦尔登湖 当中引申出来的 现如今 我们都快成了手机的奴隶啊 出门遛狗 带个手机 上个卫生间也要带个手机 连洗澡的时候啊 好像都要把手机带进浴室呢 智能手机 已经让我们成为了时刻在线 害怕掉线的人 可是 这样时时刻刻在线的状态 让我们无法集中注意力来做事 也没有办法 静下心来思考 瓦尔登区呢 就是在家里 画出这么一个小区域啊 在这个区域 它不允许有任何电子通讯的这个设备出现 没有电视 没有手机 没有网络 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呢 去想象啊 去发现就像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边度过的那个时光一样 梭罗为了寻找理想的生活模式 在瓦尔登湖畔呢 建造了这么一个小木屋 并在小木屋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 他把一切都简单化 严格控制自己的开支 还有日常用品 以及跟其他人的联系啊 瓦尔登区 那就是给咱自己的内心留一片净土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午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